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和平财务报表 上节课是谈到内部交易 少数股东承担不承担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这个问题 那原则就是说顺流交易 少数股东不承担 如果说有未实现损益 都应该反映到归属于母公司经济论里面 逆流交易 少数股东按投资持股比例来承担 如果说有一些横流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那就看出售资产的一方要有未实现损益 出售资产的一方要是有少数股东的话按比例承担 我们继续看这部分内容 P公司2015年10月1日取得S公司85% 能够控制S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 2016年P公司实现净利润1000万 S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持续计算的净利润是200万 2016年3月1日 P公司向S公司出售一批存货 那这是属于一项顺流交易了 成本80万没有提过低价准备 售价是100万 至2016年12月31日 S公司将上述存货对外出售70%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第一个计算2016年合并净利润 第二个计算2016年少数股东损益 第三计算2016年归属于P公司的净利润 这么几项 那我们知道合并净利润 应该是P公司的1000万 加上S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计算的200万 之后呢有未实现的损益 就是来自于内部交易的要把它给剔除 因为第一年嘛叫未实现 未实现的损益是多少 80万卖100万 20万的利润 对外卖掉部分都算实现 但只是卖掉70%还有30%没有卖 20万乘以36万未实现的 所以同样 要算合并净利润 就应该1000加上200再减去6万 然后我们再看少数股东损益 一块是说S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持续 计算净利润它享有部分200万乘以20% 然后再看未实现的损益6万它承担不承担 这是一项顺流交易它不承担 所以少数股东损益 那就应该是200万乘以2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没有问题了 你可以用合并净利润减去少数股东损益 来进行计算 也可以单独的来进行计算 都没问题 我们具体来看答案部分 2016年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利润 作为整体没有卖的没有实现 80万卖100万利润是20 没卖部分30% 所以等于6万 那合并净利润就应该1000加200 再减去6万 1194 少数股东损益16年的 200万乘以20% 因为内部交易是一项顺流 未实现的损益在P公司那一边 少数股东投资者不承担 那就是40万 第三 2016年归属于P公司的净利润 我们可以用合并净利润1194 然后减去少数股东损益计算 没问题啊 1194减40 1154 也可以自己单独的进行计算 那这样算的话呢 2016年归属于P公司净利润 1000 P公司自己本身的 加上呢200乘以80% 也就说 S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持续计算净利润 P公司这边应该拥有80% 另外 另外未实现的损益都应该归属于母公司承担减确令 1154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题目涉及到有横流这个问题 就不是顺流也不是逆流 紫公司与紫公司与紫公司之间的销售 但作为合并报表呢 当然 该抵消都要抵消 你作为一个整体吗 甲公司2015年10月1日 取得A公司80%股份 能够控制A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 2015年12月1日 取得B公司60%股份 能够控制B公司生产经营决策 就是现在甲公司又控制A 也控制B 2016年甲公司实现净利润是1000万元 A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持续计算净利润200万 B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持续计算净利润是100万 2016年3月1日 A公司向B公司出售一批存货 成本80万 没有提液加准备 售价100万 至2016年12月31日 B公司将上述存货对外出售70% A公司和B公司之间没有投资关系 假定不考虑所得这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存货是A公司将B公司出售的 未实现的损益在A公司那一边 那A公司的少数股东 他要按比例承担的 而B公司那一边的少数股东与这就没有关系 就不承担 要求第一个计算2016年合并净利润 第二计算2016年少数股东损益 第三计算2016年归属于假公司的净利润 那我们看2016年存货中包含未实现的利润 这跟前面都是一样的 80万卖100万 然后30%没卖 没卖的才有未实现利润的问题 那你卖了都实现了吗 因此未实现的利润 100减80之后乘以1减70%等于6万 接下来我们看合并净利润 假公司的1000 A公司的200 然后B公司的100 所以在减去未实现的利润6万 1294 A公司少数股东损益 一个一个来看吗 A公司是出售存货的一方 未实现的损益在他这一边 他又按照比例来承担 自己本身的按购买日供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利润是200万 他承担他拥有20% 乘以20% 未实现的损益在他那边6 6乘以20% 38.8 B公司少数股东损益 100万按购买日供允价值 持续计算经理润 直接乘以40% 他不再承担未实现损益的问题 因为未实现损益是在A的那一边 40 所以16年少数股东损益 38.8加40 78.8 就确定了 那归属于母公司的假公司的利润 1294减去78.8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计算的方式 1215.2 或者可以怎么进行计算 一加一加来 假公司自己本身的1000 A公司那边200万 有他80% B公司的200万 B公司那边100万 有他60% 然后未实现的损益 6万 当然他要承担80% 都都是一样的 1215.2 这就是关于出现未实现损益 如何来处理 就少数股东 什么样的情况下承担 如果说少数股东 对这家有出售资产 形成内部交易的 未实现损益 他承担 买资产这一边 他就不承担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甲公司20毛0年1月1日 购入乙公司80%股权 能够对乙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实施控制 除乙公司外 甲公司无其他子公司 20毛0年度 乙公司按购买日供引价值 按购买日可变认净货产供引价值为基础 计算实现的净利润 为2000万元 无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20毛0年末 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 少数股东权益为825万 20毛1年度 乙公司按购买日可变认净货产供引价值为基础 计算的净亏损为5000万 没有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20毛1年末 甲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所有的权益总额为8500万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20毛0年度 和20毛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列报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这是2011年的考题 当时选项是五个 从2012年开始多选题的选项就变成四个了 相对来说容易了一点 选项A是20毛0年度少数股东损益为0 B20毛0年度少数股东损益为400万 C20毛1年12月31日少数股东权益为0 D20毛1年12月31日股东权益总额为5925万元 E20毛1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6100万 我们回到题目里面看 先说20毛0年20毛1年的少数股东损益 这个题没有涉及到有内部交易的问题 那少数股东损益是什么概念 就是子公司按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利润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部分 那亏损也是如此 一年说一年的 这里面大家看到 20毛0年乙公司按购买日可变成净资产 公允价值为基础 计算净利润2000万 乙公司的少数股东持有者 持有乙公司的比例是20% 因为母公司拥有它80% 这样20毛0年的少数股东损益就应该是400万才对 20毛1年 这里说 以公司按购买日可变成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 计算净亏损是5000万 那少数股东当然这一年他要承担的亏损是1000万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5000万 付的5000万乘以20%吗 所以他说20毛1年少数股东损益为零 这肯定不行啊 应该是付的1000才对 20毛0年度少数股东损益是400万 这个没问题啊 就是2000万乘以20%400万 然后再看C1呢 说20毛1年12月31日少数股东权益为零 我们计算少数股东权益的时候 你可以用少数股东权益的期出 加上增加减减减少等于期末来进行计算啊 没问题 体理告诉了在20毛0年末 合并报表中少数股东权益的数字呢 应该是825 然后你再看20毛1年 子公司所有的权益变动 影响少数股东权益部分就行了 20毛1年 由于少数股东要承担的亏损是1000 没有别的变动 因为也没有分股利 所以就应该是825减去1000 付的175 那这就不对了 然后我们再看 20毛1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是65100 如果你要算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的权益 先是告诉了20毛1年末 假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所有的权益是8500 之后我们要考虑什么问题 一定是购买日之后 子公司所有的权益变动归属于母公司部分 在购买日那一天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的权要抵消的 所以那时刻不会影响到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的权益的 这个题目呢 没有告诉在购买日时 子公司可变成净资产供应价值 其实这个数字我们也是可以算的 你看看在20毛0年末 少数股东权益是825 20毛0年呢 以公司按购买日供应价值 持续计算经历是2000万 那2000万是多少呢 也就是说825再减去 2000万乘以44% 425 那购买日有这么多少数股东权益 20毛0年1月1号有425 然后当年实现利润 按照20%加400吗 才等于这个825 应该是这个数 如果说你要确定 购买日侣那一天 以公司可变成净资产供应价值是多少 那应该425除以多少 那除以20% 是这个数 这肯定是有它 但是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因为在购买日那一天 母公司长期股签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要抵掉 这肯定没有 我们只认识购买日之后 什么意思 即使给定购买日 子公司可变成净资产供应价值 你可不要说那个数我再乘以80%也把它给加进来 那没有 那不是 购买日可变成净资产供应价值不是 这应该是425除以多少 除以20% 那形成乙公司可变成净资产供应价值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不能再用425除以25% 乘以80%再算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与那美股关系 一定是投资之后的再算数 所以投资之后 你再看看购买日之后 所有者权益怎么变动呢 就是一个实现了净利润2000万 还有一个发生了亏损5000万 没别的了 那这部分2000减5000之后 乘以80% 我们拥有它80%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看一看 20毛0年少数股东损益 2000乘以24%万 所以必正确 20毛1年度少数股东损益 负的5000乘以20% 负的1000 AE就不对了 不是零 20毛1年12月31日 少数股东权益 那应该是825 减去5000乘以20% 负的175 那C就不对了 20毛1年12月31日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母公司自己本身的8500 然后子公司那边一定是从购买日之后 他权益的变动 80%归属于母公司 购买日那一天 没有关系 我不说了吗 购买日即使告诉了 被购买方可变是净数产供应价值 你也不要用他乘以80% 那是没有的 你购买日这一天 你真正取得是他的资产负债 不是他的所有者权益 购买日之后的权益的 80%是归我们 6100% E就对了 然后 20毛1年12月31日 股东权益组合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再加上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负的175 5925 D也正确 所以最后呢 这是BD跟E是正确 这多选题稍稍复复杂了一点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六节 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 在这一节里会介绍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不考虑存货低价准备情况下 内部商品销售业务的抵消 然后呢 再说存货低价准备的合并处理 两个问题 有存货低价准备 然后你单说 先看第一个问题 不考虑存货低价准备情况下 内部商品销售业务的抵消 我们不考虑是看怎么办 那接下来呢 通过一个题目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例27 甲公司系A公司的母公司 甲公司本期个别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中 有2000万元 西乡A公司销售商品实现的收入 其商品成本为1400万元 销售毛利率为30% A公司本期从甲公司购入的商品 本期均未实现销售 期末存货中 包含有2000万元 从甲公司购进的商品 该存货中包含的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是600万 那咱们看到呢 作为整体 那一个是说甲公司 另外一个呢是A公司 他把存货 成本是1400万的存货甲 卖给了A 卖了2000万 所以甲的这一边 他会要确认营业收入2000 他要结赚已受商品成本 1400 那销售毛利率呢 2000减1400之后 这是销售毛利除以2000吗 是30% A把存货根本没有卖 那我想呢 像学习合并财务报表时 你就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甲的这边1400到A那边2000 甲会确认营业收入2000 会有营业成本1400 存货它会减少1400 但A这边存货会增加2000 其实这个内容 在投资那一章 也以图的形式 给大家说过这个事 而作为整体 其实就是把存货 由一个仓库 转到另一个仓库去了 多余的东西 都应该把它消除才对呀 所以我们的抵消分路 就应该是这样的 借方营业收入2000 带方营业成本1400 然后带方存货600 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一看 就是甲A 它的是1400 到这边卖了一个2000 甲这边呢 它会要反映一个 确认了一个营业收入 是2000 接着以后商品的成本 营业成本 1400 然后呢 它的存货 减少了一个1400 A的这边存货 增加了一个2000 不就这么个事吗 如果说你要做分路 假如说假销售商品 都收到款项了 借银行存款 带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有20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格 然后借记 主营业务成本1400 带库存商品1400 是这样的吗 而这边呢 如果买进来了 付的银行存款 借库存商品20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格 代方银行存款 2340 银行存款 一增一减没事了 增值税 一个销行 一个进行也没事了 多啥了 这边的营业收入多了 营业成本多了 就是反映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嘛 把它抵掉 存货呢 那边是1400减少 这边本来增加1400是正常的 那增加2000啊 多了600 也抵掉 这么个事 那存货是什么 这个存货的数字是 期末存货中 没有实现的利润 如果实现的话 应该把存货 卖到集团外边去了 说A公司 要是对外出售的话 那就算实现 它没有出售 叫未实现 这么理解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也清楚 要是连续编报表时 就得把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替换成 年初未分配利润 或者未分配利润 年初 或者期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我们的教材呢 从这一章开始 又用了一个 期初未分配利润 那很多情况下呢 像准则的讲解 就用未分配利润年初 那有时也写年初 未分配利润 我也说过 哪个都行 这个放心 谁也不会把这个事 算你错误 你习惯哪个 写哪个 那接下来我们考虑考虑 存货这600 是期末存货中 未实现的 那实际上呢 我们把这两项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下一年要替换成 期初未分配利润 你这换吗 所有损业 所有损业类型的换成 年初未分配利润 或者期初未分配利润 那这期初未分配利润 含义是什么 是期初存货中 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难理解 所以真正的没有存货 低价准备的抵消 我们就考虑四个项目 一个是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就期初存货中 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 存货呢 是期末存货中 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 营业收入要抵消的 内部购销的收入 整体都不存在 都要抵消 所以营业收入是 本期内部商品销售产生的收入 肯定整体不存在 抵消掉 接下来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那假定期初存货中 有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600 如果说本期期末存货中 有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 是800的话 因为上一期期末存货中 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是600 就变成本期期初存货中 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 那下面说 要是期末存货中 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是800 两者的差会是什么 就应该是本期发生的 存货中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 不就这么个概念吗 内部销售收入 假定说 本期内部购销 有1000万的收入 别管内部销售卖给销 它一定是未实现的 你要说营业收入实现 显然是把这项存货 卖到集团外边才算实现 在集团内部都叫未实现吗 那营业成本抵消不很清楚吗 未实现的收入减未实现利润呢 那就是未实现的营业成本 这什么意思啊 期出未分配利润 那是期出存货中包含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比如600 存货呢是期末存货中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 比如说800 两者的差 期出期末的差 一定是本期发生的存货中 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啊 那么发生了200吗 那你未实现的收入减本期 未实现利润 不就是未实现的营业成本吗 所以要抵消 理解时就这么理解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原理就是 未实现的收入减未实现的利润 就是未实现的营业成本 所以要抵消 而期出未分配利润 和存货这两项的差 就是本期发生的存货中 未实现的不销售利润 不就行了吗 一点都不复杂 但是呢 因为连续编报表 我们书上有抵消程序 分三步 这三步再谈谈 假设 理解起来确实有难度 那这块绝对是有简单问题 复杂化之嫌 这三步呢 它是 把我这里所谈到抵消分路的 营业成本分别和另外三个项目对应 形成三逼抵消分路 营业成本和第一个对应 说借期出未分配利润 带营业成本 然后他就说 说这一抵消分路可以理解为 上期购入存货 本期都卖了 那你试想啊 这个四个分路是成立的 如果本期没有购销 没有营业收入 上期购进的本期都卖了 那存货也没了 你说理会下什么了 就是借期出未分配利润 带营业成本呗 然后他说 这一抵消分路可以理解为 上期购建的存货 本期全卖了 全卖没有结存 没有带存货呀 然后再借期营业收入 代方带营业成本 再给你来一句 说这一抵消分路可以理解为 本期购建的商品 本期全卖了 这听起来说 啥意思啊 那卖了怎么就两个都相等呢 营业收入跟营业成本 怎么就相等了 又琢磨这事 你想本期购进的 本期全卖了 没有期出未分配利润的问题 没有存货的问题 那就是借营业收入 代营业成本呗 或者我把这个稍稍的 说一下 比如说P公司 S公司 把80万的存货 80万的存货 卖到S公司这边 卖了一个100 S呢 要把它往外卖了 卖的是110 本期的存货 全都卖掉的话 你看是什么样子 80到100时候营业收入是没的 没有的要抵掉 而我们这件事情 你最终其实确认的 营业收入是110 截转的 营业收入上面的成本 营业成本是80才对 站在整体上 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 P公司把存货 80万卖给S公司 卖100 他确认了营业收入100 整体没有 标底掉 S公司把100卖110 他截转 营业收入上面成本是 100 这个也没有 不都是100吗 所以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100 本期 构建的存货 本期全部卖掉了 就是这样 然后讲 那如果说上一期的 或者本期没卖掉怎么办 存货中还有未实现的利润 然后带存货 借营业成本 就分成三米底消分路 因此呢 我说在考试的时候 你拿营业成本分别和 另外三个项目对应为好 不会出现什么别的问题了 第一将 年初存货中未实现那股销售利润抵消 那你就借期出位分别利润 带营业成本 咱们去理解它无所谓 能理解最好 不能理解也没关系 其实说实在的 要是上期购借的存货 说本期都没卖 你知道分路是什么样 本期还没卖 是借期出位分别利润带存货 那才是对的 但是也没关系 按照我们说 说我先认为卖了 卖的时候 借期出位分别利润带营业成本 如果没卖 再借营业成本带存货 也可以啊 分的三步 第二个将 本期内部商品销售收入抵消 借方营业收入带营业成本 内部够销的 内部的营业收入是一定要抵掉的 别给我随卖个随 第三将期末存货中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消 如果期末存货中还有未实现的 那把它抵掉 再有借方借记营业成本 带方带存货 这么个过程 所以我说 要不考虑存货提供准备的抵消 理解14个项目放在一块 也不复杂 最开始来源说 这个事项呗 1000次的存货卖2000 那你要抵掉的营业收入2000 营业成本1000次存货抵600吗 而下一期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要替换成期出未分别利润了 还意是什么 那期出存货中未实现利润吗 所以不是说涉及这四个项目吗 然后理解是说用未实现的收入 减去本期未实现的利润 确定的是未实现的营业成本 所以把它抵掉了 没什么复杂的 但说考试 你用营业成本分别和另外三个项目 进行对应为好 这么个过程 那接下来 只要是我们把存货中未实现利润销售利润确定了 那别的都好办 你存货中未实现利润销售利润上期末的 本期期末未实现的 那你把本期期末未实现的利润一确定 内部够销的营业收入肯定都抵掉 没啥了 怎么定 有时在考试时可能借助毛利率来确定 毛利率是个什么概念 销售收入减销售成本 那叫销售毛利 除以销售收入 这叫销售毛利率 定义式的东西 当然得记一下 比如毛利率这是个定义式 这就没有什么说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掌握了 那我们看 存货中未实现那部销售利润可以怎么算 一种做法未实现的收入减去未实现的销售成本 比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1400的东西 卖给另一方卖了2000 购货方一点都没卖 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2000减1400 那1400卖2000 它的毛利率是30% 我们还可以怎么进行计算 用购货方内部存货结存价值 然后乘以销售方的毛利率 购货方结存价值多少 2000 2000乘以销售方的毛利率 30%吗 600 一样 如果说你购货方现在结存的是1500了 那就1500乘以30%呗 未实现的利润 毛利率肯定是销售方的成本 以购货方结存存货的价值 实际上是销售方的一个收入 就按照收入来进行 确定购入存货的成本 这就是关于 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计算 有时就是购货方内部存货结存价值 乘以销售方的毛利率来进行计算 也不难理解 假论说购货方把存货卖一半 结存还剩1000 那你1000乘以30%就300 毛利率别搞错了 毛利率是销售方 不是对外的 那要把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确定了 营业收入的数字 说了内部购销 无论哪方卖给哪方都是没有实现的 肯定要低调 一家的卖东西确认收入哪有 我们确认的收入一定是对外的才可以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存货低价准备的合并处理 在考试时 如果设计有存货低价准备的 那咱们一个说一个 先是考虑没有存货低价准备情况下 如何抵消处理 之后你再考虑有存货低价准备的情况下怎么办 这个比较好 那先说存货低价准备的一块 说说这个程序 然后再通过数字给大家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抵消存货低价准备期出数 抵消分路借存货 存货低价准备 报表项目就叫存货 但你可以写存货 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代期出未分配利润 然后抵消 因本期销售存货 截转的存货低价准备 抵消分路为借营业成本 代存货存货低价准备 稍稍难理解一点 说最后抵消 存货低价准备期贸数 与上述余额的差 但存货低价准备的抵消 以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为限 借方存货 存货 添加准备代资产减失 或者是做相反的分路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看P公司 要是把存货 80万的存货 卖到S公司 卖了一个90万 80万卖90万 然后到期末 假定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要是85万 那这种情况 S公司 既提 存货 跌价准备 就应该是5万 因为S公司入账入的是90 一旦可变现净值 要是85的话 它会既提存货 跌价准备5万吗 没问题啊 然后我们想你作为整体 要提提价准备吗 整体存货的价值是80才对 不认这个90啊 那成本要是80 可变现净值85 不能提准备啊 因此S公司 个别报表提的准备 合并报表没有 既提准备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存货提价准备 那要是没有的话 怎么抵啊 抵消时用报表项目 所以就会有借存货 存货提价准备 代资产减值损失 那跟大家也说过 如果说分路里面 要是出现了损一类型的 下一期就得换成什么 期出为分辨利润 因此说 为了保证期出未分配利润合并数 跟上期末的合并数一致 上一年要做分路借存货 存货提价准备 合并报表抵消分路 代资产减值损失的话 我们本期当然要把资产减值损失 替换成期出未分配利润 不替换不行啊 因此对于资产这一部分 你会看到一定先要抵一货的条期出 为了保证期出未分配利润 跟上期末合并数一致 所以他有这笔分路呗 首先抵消存货 低价准备期出处 抵消分路就是 借存货 存货 低价准备代期出未分配利润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考虑一个问题 S公司提了低价准备5万 如果这事是上年提的 本年他要把存货给卖了 怎么截转的已售商品成本啊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里 转的是多少 85万账面价值 所以他要卖掉的话 会借记主营业务成本90 代库森商品90 然后会有一笔 借存货低价准备5万 代主营业务成本5万 这在存货的一张设计到过 第三张存货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清楚 既提低价准备存货 对外出售了 我们是怎么做的分路 要把提的准备 充减主营业务成本 借存货低价准备 代主营业务成本 那现在我们得想什么问题 整体上根本不认 这5万的低价准备 所以也不存在着 把那5万存货低价准备 去调主营业务成本的事 你从合并报表角度 那怎么办 他做那笔分路 借存货 存货低价准备 就是借存货低价准备 代主营业务成本 我们给他反过来 在合并报表角度 不应该有吗 那就阶级营业成本 代存货 存货低价准备 不就这样吗 所以他是 个别报表上 当时存货 提过低价准备 本期卖了 做的分路 借存货 跌价准备 代方主营业务成本 把这一部分 整体不存在的 又给冲回来了 这个 说最后呢 那就抵消差额呗 你最终期末要抵多少 看一看 我们前面的分路 已经有多少了 那就本期要做的 接下来说 存货低价准备抵消 以存货中未实现 那股销售利润为限 那其实也不难理解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 如果说可变现净值 是75 那75你会发现 S公司提准备 会提多少 跟90去比 90跟75提了 15万的低价准备 整体 整体提多少 整体也得提啊 整体的成本80 那我们这边呢 提了15 整体应该提5 所以要抵消时呗 抵消时就是存货中未实现利润 80到90吗 所以说存货低价准备抵消 以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为限 就这么个事 那要是可变现净值是60 你说存货低价准备抵消多少 还是抵实 当计题的存货低价准备 把比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数小了 提多少抵多少 如果多了 抵消的就是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因为你多的话作为整体 也该提嘛 这些概念要知道 那这节课呢 是谈到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有这种内部交易 如何来计算少数股东损益 归属于母公司利润 合并净利润 然后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等些项目的计算 存货这一块的抵消的原理 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不考虑存货低价准备 那我给大家说 你考虑四个项目 放在一块去理解 用未实现收入减未实现利润 等于未实现的营业成本 不难 然后考试建议大家 那四个项目的分营业成本 跟另外三个项目对应去写翻录 这样也好 肯定到时候标准答案会有这个 之后就是存货低价准备的抵消 我们先要抵期出出 好多资产的一些抵消都是一样的 先抵期出再抵差额 但是存货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由于在上一期 要对存货提了提价准备 个别报表把存货卖掉了 他把计题的提价准备去充了主营业务成本 如果整体上不应该充不存在的 还要把它返回来 最后呢 你看存货低价准备期末要抵多少 期末跟上述的差 再做出一些调整就可以了 但是说存货低价准备抵消 以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的认为线 这要清楚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